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美两国牛肉开始接连出现疯牛病问题 我国才不得不停止进口他们的牛肉 转而从澳大利亚 阿根廷等拥有大型牧场的国家进口 这样的牛肉进出口贸易一下就持续了十余年之久 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的量最大 仅在2015年的进口量就高达10亿美元 为此澳大利亚也是尝尽了甜头 然而好景不长 近年来澳大利亚接连遭受到不同规模的自然灾害 牛肉质量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态势 与此同时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开始变得不再友好 所以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都在大幅度涨价 索性我国干脆停止了对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协定 澳大利亚的牛肉进口量瞬间下降了40% 与此同时我国逐渐放松了对英美两国牛肉进口的禁令 同时把大量进口牛肉的金毛头开始转向了巴西 巴西人民得知消息后纷纷热情欢呼 希望可以同我国达成长期的牛肉进出口协定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